上一堂课已经讲到 Semple Harmonical Oscillation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说 上次我们举的例子是 这个 弹簧是在水平上面的 那我们现在呢 举个例子是 把弹簧吊起来 OK 那你们都知道弹簧 这吊起来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面 我说 我在这个弹簧底下挂一个重物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生产量 是Delta L 那你都知道 当 这个维持平衡的时候 OK 那这个MG呢 跟弹簧的这个弹簧的部分 它就要维持平衡 那这是弹簧的弹簧 它是等于负的K 然后乘上Delta L OK 那我们把这个键号把它拿掉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这个方向已经放出进去了 所以我的Summation F 是等于0 那Summation F其实就是MG-K的Delta 这是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现在呢 这个堂房 我把它 往上移 它移多少呢 移X OK 那换句话说 它跟这个延长的距离 这边 有一个 Delta L O-X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堂房 基本上面 它所受到的力 OK 那你把它 加起来的话 我这个绑 这是向量 那我们知道说 它从全部的手受到的力呢 那因为我们说 这边是 等于是平衡点的时候 X是等于0 所以我的X是以朝上为X轴的部分 换句话说 上面所受到的弹力 这是K 乘上什么呢 乘上 Data L-X 负的 那因为它是正的 基本上面就是K Data L-X 其实我这个已经把它写上去 方向已经摆在这里了 这个可以把它写上来 然后呢 我的重力还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所受到的力 其实以正的X轴方向的话 那它的力的大小就是这么多 那这个总共的力 总共的力的部分的话 我把它整理一下 因为MG-KData XO是等于0 所以这一项 所以这一项 跟这一项合并起来是等于0 所以你发现 Total所受的力 就是负KX 那这个Total所受的力 负KX呢 依照牛顿力学 就是M 它拿来当加速度用 那当你看到这个关系的时候 只要它的形式是这样子 你就知道 它是在做什么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这是标准形式 OK 这是上 这个礼拜一讲过了 换句话讲 当你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一个微分方式 这是二次微分 那你 你会觉得 二次微分本来就不是 这个微分方式 本来不是你们大一 应该会的 但是这个微分方程 你必须要会 因为它太简单了 换句话说 什么东西 微分两次 因为礼拜一有很多同学没来上课 微分两次以后 它回到它本身 那你就是 是等于 负 N分之 K X 那 它微分两次 回到它本身 前面还有一个系数 是负号 所以X 一定是 cos过Sine的函数 那我就把它写成 cosOmegaT加 Data 那 假设 这是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 你会发现 左边的部分的话 你微分两次以后 就是负的Omega 平方 AcosOmegaT加 Data 那右边呢 是负的N分之K AcosOmegaT加 Data 所以你马上看出来 Omega的值 就是等于N分之K Omega平方 是等于N分之K 那 明显的 已经知道 Omega 跟周期之间的关系 是2π除以T 所以你的T啊 就是2π 根号K分之N OK 换句话说 你可以看到了 你的弹簧 看到的弹簧 或者是一个 剪血运动的物体 那这是K 这是N的话 那 它的整个 手受的力 OK 我把它移到这边来的时候 那拉长的位置 是X 所以 我们看到它这个是 一样它受到的力 是KX 那是跟位移是什么 这是平衡点 X等于0的位置 所以F是等于 负KX 是等于N的 底平方 S 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关系 不因为弹簧是摆正垂直的 或者是水平的 而有所不同 那在这边 我们所考量的 全部是 弹簧没有什么 没有考量 弹簧是一个有质量的物体 那如果我现在把弹簧的质量考量进来 我考量弹簧式的质量进来的时候 那你现在你看到 我假设 这个弹簧呢 它的质量是linear的 那质量是linear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弹簧 整根的弹簧啊 如果我的total的mass是m的话 我把它ms 那在这个弹簧是一个线性的弹簧 就是非常uniform 我画得还没有很好 那我说在这个小小的 长度范围底下 dy的就是y ok 在dy的长度 所对应的质量 是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 你这根弹簧的总长度 l 然后 分之ms的dy 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你等于是把它什么 切成一小端一小一端 这是它的线密度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现在把 弹簧底下挂一个重物 ok 那是m 那我们看到 如果 这个重物 这个 这个弹簧底下挂了重物 它的运动速度 在这里 它是在上下震荡啊 那一个正弧A 正弧A 那正弧的部分 那它在上下震荡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速度B啊 你看到的 你现在不是只要考量 这个质量在震荡而已哦 因为是上面的每一点 都是有质量的 所以 每一点上面 你都要考量 它是在做震荡的情况 ok 所以 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假设底端 是B的话 那最上点 B是等于0 所以 在这个Y位置的 速度B 它应该是L分之V的Y Y等于0的时候 它就是速度等于0 那Y等于L的时候 它是速度转移V ok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是 每一个点上面都在做 SIMPAL HARMONICAL OSSULATION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针对 这个底Y的ELEMENT 怎么 感觉我拼错了 感觉我拼错了 它的动能是等于多少 动能是等于1分之1 M V平方 M是什么 M就是DM 那V呢 就是VY的平方 那你把它加进来 把它带进去 L分之MS 然后L分之VY的平方 那这个加起来的部分的话 这个是等于2分之1 L的三次方 MS 然后V的平方YDY 就是对这个小小的ELEMENT 它所具有的动能是这么多 那你要去把所有 所有的ELEMENT的动能 全部加起来的话 那很简单 就是两边 全部把它积分起来 那积分起来呢 TOTAL的动能就出来了 那积分呢 Y是从0G到YMAX 那YMAX是等于多少 就是L OK 这是Y的MAX的值 就是L 好 那这个积分是很简单的 因为L三四方 MS V平方 这些都是定值 那我就把它提到外面来 2分之1 L三次方 MS V平方 好 这是平方 这边也少了一个平方 所以这是3分之1的Y的三次方 0G到L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就是等 2分之1 MS L L带进去 跟这边三次方消掉了 然后乘上 然后乘上 这个3分之1的值 V平方 那我们平常我们是怎么写的呢 我说 我说 基本上面 Total 的 这个Cannatic Energy 应该是等于2分之1 的Mass 乘上你的速度V 对不对 那现在 你看到的Mass 是等于多少 就是3分之1的MS 那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 代表 这整根糖房 在这一个区域 如果它有质量 它的质量呢 是糖房本身的Total Mass 这是Total Mass 这是糖房本身的质量 它这是糖房的有效质量 OK 这是糖房的有效质量 好 也就是说 这个糖房 如果你把它拿下来秤一秤 它是MS 那你现在 整根糖房掉在那边 有质量的部分 它在做减学运动的话 它好像是一个什么 好像是 这是原来的M 然后再加上三分之一的MS的重物 挂在这边在做减学运动 那这个东西呢 是没有质量的东西 这是M Plan 是等于0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它的运动速度是多少 运动速度 它是V 在这边做减学运动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糖房的有效质量 好 好 换句话说 如果你真的去做实验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糖房的有效质量 好 出来了 OK 那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卷学运动 最简单 你们碰到的 不管你是糖房是横的摆 过的是直的摆的部分 都是一个卷学运动的 最典型的例子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着就要看一下 减学运动 最典型的例子 不是只有糖房而已 这个蛋白也是 其中一个减学运动 最典型的例子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OK 我说我把千锤线的位置 把它摆出来 那这个是单摆 那MAS M OK 那它的摆长是L 那它摆了一个蹊踏角 那我们说 这个单摆 它 你拉过来以后放掉 它就在这边做减学运动 OK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 对这个单摆而言 它基本上面 它所受的力 是哪些力 好 重力还有张力 那张力在哪个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看到了 它是说重力 然后你还有一个张力 然后你还有一个张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个例子来讲 每一位同学都非常清楚说 哦 我最好我把它选一个坐标系统 OK 那这个坐标系统呢 我可以把我的重力呢 投影到 这个方向来 那也可以把它投影到 我的切线方向去 那这边投影过来的就是Mg 这是θ角 这是θ角 cosθ 那这边呢 就是Mg 的sineθ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 理论上面 这两个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所以在这个 彈簧摆随的方向上面 它基本上合力是等于0的 所以 T-Mgcosθ 是等于0 那在这个方向上呢 有一个Mg sinθ的力 那对这个力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说 当我把弹簧拉过来 不是 把蛋白拉过来的时候 我把它放掉的时候 这个力是什么 原来你是θ角增加的方向 你这个力 是让它θ角减少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恢复力 换句话说 这个Mg sinθ的力 是 让这个堂皇做 不是 这个蛋白做减血运动 它是一个恢复力 恢复力是 让θ角减少的 因为这个力作用 而对θ角减少 那这个力呢 就是我们 平常说 把这个蛋白 变成 变成 如果我这边是x 这是x 那我就变成是 对 底平方s t的部分 那你现在你看到 这个方程式 看起来 跟这个有一点类似 唯一的一点是什么 这里不是x 这是一个sinθ的部分 ok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如果 我把x跟θ 跟l 之间的关系找一下的话 我们会发现 当 θ角是非常小的时候 那你看到的是什么 x 就好像是这个浮长 就等于l 乘上θ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 当θ角很小的时候 sinθ 就是θ 因为sinθ 就是tenent 跟tan的θ差不多 这个θ是进 以进来表示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用这两个条件 你把它带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rm消掉以后 腹肌 ok 3θ是θ 那c大是l分之x 就等于 d平方sdt平方 你看到这个关系式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边的 你马上就可以去判别 你马上就可以去判别 我这个 蛋白是在这边做 simple harmonic co-co-osilency 在θ非常小的 的情况之下 那 我的x 就可以把它写成 a的cos sin omega t加θ ok 那在这边的omega 是等于多少 omega 你把它带进去解 它其实就是 根号 这个 g分之 l分之g 所以 我们看到 它的周期 就是2π 根号 c分之 就是一个 糖黄减血震荡 不是糖黄减血震荡 单摆 在摆动的 最标准的 一个周期的方程式 那omega 跟t的关系 刚刚已经讲了 这两个负为 t就等于omega 2π 除以omega的部分 这是在θ 非常非常小的条件之下 假设 如果MPT 不是很小 那你这个条件 你就不能用咯 那当你这个条件 不能用的时候 你就真正要去解决 这个方程式 换句话说你要写 sinθ 就等于d平方 dt的方程式 或者你把它直接 这个c大角带进来 那把x放进去 我说这个方程式 其实是要有一个 椭言函数 才能够积得出来 我在这边只告诉你答案 这答案是等于什么 t就等于根号 g分之l 然后乘上1加上 1加上2的平方 1分之1的sin 平方的2分之10 再加上2的3次方 4的平方 3的2次方 sin 4次方2分之10 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了一件事 那事情是什么 它的周期 是比你在 在这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的时候 它还要来的大 而且这个c大角 越大的时候 它的周期就会越大的情况 原来c大很小的时候 它的周期是跟c大完全没关系的 所以 我们会看到这个 实际上 你会看到 你的这个摆 本来摆摆它就会 然后这样子 它是其实一个 已经不是这个直直的摆了 所以 这是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里面的典型粒子 simple pendulum 那对单摆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那对单摆的部分有没有问题